那如果說三個事件獨立 它會發生什麼事 三個事件獨立的話 基本上你會了解到說 三個事件獨立就是它兩兩互相也會獨立 第一個 A B B C C A 兩兩就會獨立 對不對 都是獨立的 有沒有問題 就A跟B 是獨立的 B C也會獨立 C A也會獨立 可以吧 這樣有沒有問題 應該沒有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也是一樣 我們要問說 A跟 就是說 如果 B跟C 同時發生的條件下 A發生的機率 也是要等於A的機率 不管你B跟C有沒有發生 它就是要想等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它就是什麼 等一下 這是兩個都要一起成 其實這些事情可以寫成的 第二的這些事情可以寫成 它也可以寫成 A跟B跟C 同時發生的機率就等於P A 乘以PB 乘以PB 乘以PC 你說 真的嗎 為什麼 就是說 以這個來看的話 這件事情來看 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它的分母是P的B且C 分子的話是P的A交B交C 之後 那也要等於P A 有沒有問題 可是我們剛才講說 它獨立 三個獨立的 它兩兩獨立 所以B跟C是獨立的 這兩個呢 就可以寫成什麼 PB交集PC 對吧 不是P交集了 PB乘以PC 它的交集就可以寫成像 因為兩兩獨立 那你把它移過去 不就得到 這三個同時發生的機率 等於三個機率相成 是吧 所以 三個什麼時候會獨立 要這兩個同時成立 就是 有時候來 同學 你看喔 有時候這個成立了 但是 這三個 可能會某一個不成立 所以 那就不對喔 它 這個三個獨立 一定要這三個 都獨立 而且 還要 加一個條件 這個 把它加這個條件 這兩項都對了 那才能講 三個都獨立 那三個都獨立 也是一樣 跟剛才講的 就是說 它也可以是 這個 這件事情 要同時這兩個 通通對喔 那這件事情 它可以跟 可能有一個 有不讓的 它是獨立 這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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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獨立 它獨立就等於它獨立 那它有一個 獨立 可能 還有誰 這個 有一個 B' C 也可以 還有 A B C' 獨立 或者兩個獨立 兩個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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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或者 B'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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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每一件事情就相當於這兩件事情 好 這兩件事情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獨立的意義 好 來